荷隆的注册有刺痛要解决这个问题 听上好多剑 好像从上面设下来的剑 好多剑 简直是成流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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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都这样的从高速下来的 然后就出现了个电子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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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电子 然后这样电子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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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电子我们就想到短路 想到短路就可以破坏一些机构 那么电子与电子之间是有间隔的 也可以连起来的 就像电线里边连起来的 那么现在外星人有个技术 可以电子的重叠 电子的重叠 电子的重叠 就可以让它短路掉 那么一短路可以摧毁任何东西 可以摧毁任何东西 一短路可以摧毁任何东西 人们想到的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 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 核武器 不是的 最厉害的武器 现在是电子武器了 而不会留下污染 而且不会留下污染 所以以前的外星人没有搞过订点清除 订点清除二人 这样的事情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订点清除了 现在可以订点清除了 怎么清除呢 就发射电子 他们那个电子 你看那个幻想发动了 天然幻想发动了 啪 一穿过去 就穿到那个地方去了 就穿到那个人体那个地方去了 就有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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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攻击人 也可以攻击射备 也可以攻击射备 如果攻击射备的话 马上就可以让它短路掉 让它短路掉 下步 外星人要进攻什么呢 开始进攻核武器了 开始进攻核武器了 注意 很快 地球上的核武器都射效了 很快 地球上的核武器都射零了 如果谁在打仗的时候 只要用核武器来堵射夸的话 那就要吃些妄想 那就要吃些妄想了 那就要吃些妄想了 外星人现在开始用电子 用电子来攻击 用那个电子来攻击 用电子来攻击 用电子来攻击 所以呢 前阵子我零排的时候 就现在发现最小的飞碟 多少大呢 就电子那么大 实际上电子临飞碟 飞碟等于电子 电子里面是没张东西的 飞碟里面可以放东西 就这个区别 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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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和飞碟啊 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最小的飞碟就是电子那么大 最小的飞碟就是电子那么大 最小的飞碟就是电子那么大 然后用飞碟也可以成为电子 可以定点清除了开始 可以定点清除了 以前呢 那个外星人都都没有做一些清除工作 现在开始定点清除了 尤其开始清除那些核武器 核设施啊 开始定点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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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可能性 现在核电厂的那个 那些那个放射前物质啊 油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那个 用发电的 也就在一两年之内就泄火了 也在一两年之间就泄火了 在一两年之间泄火了 看貌似看上去一个东西还在那边 但不起作用了 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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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外星人为了让那个地球人 吸气教训呢 两个地方不去动 一个日本核心路的地方 他不会去处理 除非人就吸气教训 另外一个地方就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那个 那个缺了贝利 那个缺了贝利啊 缺了那个缺了贝利 那个地方也不会去动他 除非人吸气教训 这种个教训也得留在那边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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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